其實我覺得好像 每分每秒都會想她 我覺得她應該滿開心的 雖然我到現在還是不能看她的 影片跟聽她唱歌 我其實不行 但我進步可以看照片 王瞳報壽帶魂界現身 我很痛 膽不苦 謝金穎沒做不對 為道歉許人節正功 其實整路上都感覺得到 她在 她只是換了另外一種方式 你再愛我一下 艾成離世47天 王瞳向公司請了婚嫁兩個禮拜 帶著艾成骨灰完成蜜月之旅 報售到只剩45公斤的她 10月3號帶著卡蒂亞婚戒 首度露面 你有夢過嗎 沒有 還沒有夢過嗎 在身邊很多人都夢到 會吃醋嗎 為什麼沒在人都夢到艾成 還沒到妳 還沒到妳的夢中 不會 她應該是知道我了 我可以 其實我覺得好像 每分每秒都在想她欸 我覺得她應該蠻開心的 最近還看到BBB的車牌 感覺好像是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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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叫我的感覺 很誇張的是 譬如說我在開車 然後前面一台BBB 忽然會出現 兩台BBB 就三台出現 她好像在告訴我 叫我不用傷心 像有朋友就問我說 你看 妳是不是很痛哭 我就說 我還是很痛 可是我不哭了 雖然我到現在 還是不能看她的影片 跟聽她唱歌 我還是不行 但我進步可以看照片 八天當女星謝金穎 21號爆出汗人夫 許仁傑假戲真作 過夜9小時 今天也首度受訪了 她會再一次 如果要選選 這一款狀況 她有什麼好逼會嗎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好逼會 對啊 因為也沒什麼 真的沒怎樣 就真的是 非常日常日 一起的同事 我真的覺得 沒有什麼好逼會 她是常常錯誤 沒有跟她的太太 想去打招呼 或者是在我錯誤 我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不覺得 我自己有做什麼 對還是怎麼樣的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就真的是個 她的跪法 所以不管是怎麼樣 我只希望 就是大家都好好的 就當作妳今天 學一次 然後 記起那些養分 我想說不反駁嗎 其實我覺得 如果之後是 完全沒有發生的事情 那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因為 居家之罪嘛 我覺得為她糟糕 那她不知道 那個遙控器 還敢借別人 可以借我吧 那中介的部分可以 那一場泳裝 是真的算是永生難忘 而且是對到何豪傑 大哥的兒子 而且年紀十六歲 我還問她說 你未成年這樣子就犯了 因為她未成年 她又翻人家的牌 我們拍戲這麼久 從來都是別人給我們什麼 我們就吃什麼 但她可以點餐 所以謝忻很想要犯了 妳要這樣寫好不好 我的對象是 年輕民大哥 然後再播一兩天 我跟她有感情戲 你認識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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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戲裡面是 鋼琴寶師 然後交到年輕民的小孩 太靠學生爸爸了 你是學生他的愛想人家 真的 真的 他真的會接我這個 真的 他真的不想 跟這個年輕的在一起打 打到最後腰氣閃到了 腰氣閃到了 沒想到 對 然後 傷害我 說不影響都騙人了 現在好了 又是一杯多年了 你的老婆幫你盯著這樣 對啦 老婆是對我是沒話講 最近有騙著老婆嗎 沒有 沒有 感謝我 那 那些 不是 不是那些 那個老婆啦 好不好 這個老婆還是那個老婆 沒有 你怎麼逼我